大家尚不好 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 我此刻的心情可以用习近平主席 最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引用的一句 李主的歌词来形容 这就是久久不见久久见 久久见过还想见 今天见到大家非常高兴 在我国现行宪法完成第五次重要修改之际 香港积分法推介联席会议 在这里举办国家宪法与国两次高层论坛 通过学习宪法和宪法修正案 加深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认识 以更好的把积分法换成好 落实好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与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政策社会主义相向而行 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很有必要 也十分及时 首先我要对论坛主办者 这个创意表示敬意 预祝论坛取得成功 论坛主办者 给我一个小时 做这个主旨发言 那我讲一讲呢 这个宪法和宪法修正案 还要讲呢 宪法和积分法的关系 这些内容放在一起啊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红楼梦》里面有一句话 叫大有大的难处 我想呢 大也有大的好处 既然不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呢 把这个题目讲得都很完整很全面 那么我就理解为主办者给了我自由财量权 我可以选择讲一些什么内容 这样我就下面呢 围绕今天这个主题啊 这个我挑三个问题来讲 与大家呢 一起来研究 第一个问题 我国宪法的核心要义和基本作争 在座有许多人呢 都有在国外这个读书的经历 相信呢 对西方的宪法和宪法制度 都能够有所了解和证实 这个是个好事情 因为有比较 还有间别 有外国宪法的姿势 可以更好的理解和法国 我国自己宪法的 那么学习宪法要从哪里开始呢 就怎么入门来学习宪法 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宪法学家 叫戴雪 他写了一本十分有名的英国的宪法著作 法治概念 就是法治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 这本书的中文译名 是 《英宪经义》 那么这个译名呢 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学习宪法 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握宪法的核心要义 那么我国宪法的核心要义和基本作争是什么呢 对此啊 宪法序言 最后一段 第一句话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 这句话就是 本宪法以法律形式 签认了中国各州人民奋斗成果 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 是国家的根本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我们学习宪法就可以从这句话入手 从这句话开始 那么从比较宪法的角度 这句话呢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 第一个层面 任何国家的宪法都是国家的根本法 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国家的宪法和外国的宪法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层面呢 任何国家的宪法 它都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 我国宪法也一样 但我们国家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 是社会主义制度 而且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呢就与外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 有了重大的分别 第三个层面 我认为呢也是最重要的 其他国家的宪法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宪法 通常它不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 我国宪法呢 不仅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 而且从内在逻辑上讲 我国的国家根本制度 是由这个根本任务所决定的 从而形成了我国宪法 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宪法的一个重大的分野 因此我国宪法的核心要义 是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 为完成这一根本任务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根本制度 而且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国宪法把国家根本任务 与根本制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从而就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这种特色它来源于我国的历史 国情和事件中产生的理论 有着自己的历史逻辑 事件逻辑和理论逻辑 下面分三点来展开 第一 我国宪法承载着近代以来 中国割筑人民的历史使命 是一部凝聚全国割筑人民力量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宪法 深入学习宪法 理解宪法和把握我国的宪法 要以近代以来 中国割筑人民 以历史使命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那么这个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如果展开来讲呢 我把它归纳为二十个次 这就是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 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 近代以来 在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中国人民进行的波兰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 包括辛亥革命 也包括今天的改革开放 都是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主题 因此这一句话和二十个字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是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维持不懈奋斗的理想 奋斗的目标 我国宪法就是承载着这样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宪法序言最后一段所讲的 确认了中国各著人民奋斗的成果 最主要的是确认了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 民主解放和民主自由 为建立新中国而不屑奋斗的成果 所讲的根本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所讲的国家的根本任务 就是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后 不仅要牢牢地维护这样一个成果 而且要以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 这就是宪法规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果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推进 我们国家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 它不仅仅体现在宪法的序言当中 也体现在宪法许多具体的规定当中 比如说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 国家建立健全 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向适应的社会保障 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宪法这个里面规定 国家发展的领域还有很多 比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 医疗卫生事业 包括体育事业 文化艺术事业等等 那么这些条文 它就明确了国家管理政治 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 第十五应当遵循的原则途径 和要达住的目标 那么我们国家的一个宪法 这样一个特点呢 就使得这个我国人民啊 你无论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你都能够从宪法当中 看到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 从而呢 把各种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 为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 因此我们可以说 我国宪法呢 它是一部向前看的宪法 是一部行进中的宪法 是一部充满了理想 为国家和民主带来光明遣除的宪法 我国宪法的这样一种特制啊 就决定了要理解和把握宪法的规定啊 必须以宪法的实践 为基本的依据 形象里来讲呢 就是一个手拿着宪法 宪法的文本 一个手呢 拿着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成绩单 两箱来对照 对照了以后 我们就能够看到一部行动中的宪法 一部活的宪法 就能真正领会宪法的含义 看到宪法的作用 用这种法规定的 国家建设和发展目标 都在稳固的实现 每一个宪法条文 熠熠生辉 充满了活力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 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了 我们国家在宪法规范下 政治始终保持稳定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建设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医疗卫生体系 教育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 人民的生活水平 健康水平 教育水平 社会保障水平 不断地提高 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工业国 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改革开放四十年 看到 何比价格计算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大约百分之九点五 以美元计算 中国对外贸易 平均年均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五 中国人民的生活 从短缺走向了充裕 从贫困走向了小康 联合国现行标准下的七亿多平均人口 成功的破坏 占同期全球减平人数的 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相应的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也得到了空前的指导 今天的中国人走到哪里 都能感受到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实践已经证明 我国宪法是一步体现人民共同意志 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的宪法 讲到我国宪法承载和静待以来 中国各驻人民的历史使命 恢复对香港行事主权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是这一个历史使命当中重要的处成部分 按照宪法的规定 我们实现了以和平的方式收回香港 推进主国从与大业的目标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保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保障了广大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可以说我们在实现国家奋斗的目标当中 对香港问题的处理同样交出了一个亮丽的准备单 这其中由在座的各位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不能不讲一下港独问题 近几年香港出现了港独和各种激进势力 我感到很痛响 明白近代以来中国割筑人民的更多历史 就会明白港独从根本上违背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历史 违反宪法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香港有的朋友认为 港独成不了事 不要太紧张 是的 港独永远不会得逞 中国人民在近代内忧外患下 都没有丧失过维护国家主义的决心和意志 在已经日益强大起来的今天 港独还可能得逞吗 当然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么还有一些人认为呢 宣扬港独啊 是言论自由 图抹分裂国家 是言论自由 这个的话在全世界的这个法律也找不到 港独问题啊 它不在于是不是会成为一个现实 也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它是民主感情问题 也是宪法问题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 从来不可挑战 这个就是港独 为什么已经引起了 极大公分的一个原因 如果容忍港独势力存在并且发展 最终将危机一国两制实力 最终将损害香港所有人的利益 因此在港独问题上 做开明绅士是不行的 我很高兴的看到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 旗帜鲜明的反对港独 这既是对国家 对民主负责的态度 也是对香港 对待香港生活的所有的人 负责人民态度 值得赞赏 第二 我国宪法 确立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统一的道路 是一步体现全国各处人民共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统一的宪法 西方发展国家的人口 大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一 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 用了三百年的时间 我们国家的人口 也占世界人口大约五分之一 从一九四九年算起 我们要用一百年的时间 也就是到本世纪中叶 把我们国家 成为一九二百 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实现人民的共同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就决定了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必须走自己的人 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 我们可以参考 但是他们的发展博士呢 没有办法解决我们 中国共同主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 形成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 开辟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国理论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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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宪法全面体现了这条道路 这种理论和这套制度 把社会主义原则全面融入 国家各项基本制度当中 这个其中既有历史的传承 又有创新 这是我国宪法的又一个重要的特色 我国宪法确立的国家制度 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用最概括的语言来讲 主要包括了以下八个方面 一在国家结构形式上 坚持了单一制的原则 二在国体上 确立了人民在国家的主体地位 三在政治上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四在基本经济制度上 确立了以共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五在立法制度上 确立了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制度 六在政党制度上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 七在行政区域制度上 在设立省之下室之外 设立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和特别行政区制度 八在基层治理上 确立了基层群众自治的制度 当然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制度 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内容 比如说国家主席制度 总理负责制度 监察制度 我认为作为一个基层 对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制度的认识 可以先从以上八个方面入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 宪法规定的国家制度 是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家制度 也就是说对香港来说 这些国家制度啊 不是外在的 而是内在的 同时地讲的就是 不是别人家的 是我们自己家的 学习和把握我国宪法 必须牢牢记住 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 和各方面的制度 是近代以来 中国各处人民 经过长期的探索形成的 这些制度 继承了几千年来的治国经验 又切合当今的事情国情 为实现国家根本任务 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 维护宪法 尊重宪法 遵守宪法 最根本的也是维护 尊重 遵守 宪法规定的 国家根本制度 和各方面的制度 第三 我国宪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是一步反映 人民的实践经验 把国家各项事业 不断追向前进的宪法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 深受传统影响的国家 要通过具有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它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人物 经过长期探索 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但是呢 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它就是在实践当中 不断地总结经验 不断地向前发展 比如说 1982年 党的十二大提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 主要提了两个方面的建设 就是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 在后来的党代表大会上 又先后提出了 政治文明建设 社会文明建设 到了2012年 党的十八大 在这四个建设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生态文明建设 从而呢 就形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 总体的布局 认识不断地加持 实践 不断地进行 这样的总结经验 提高 又比如说 在法治建设方面 改革开放之初 提出了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 到了1997年 党的十五大 提出了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4年 党的十八年四中全会 通过了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若干问题的决定 确立了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样一个总目标 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个战略大目标 始终是如一 没有动摇 那么在围绕的这个大目标之下 在不同的律师时期 根据国家发展 建设的情况 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和工作重点 在这个层面上呢 是不断的与时俱进 稳中求进 既有目标的坚定性 又有实施步骤和策略的时代性 我们国家的事业呢 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 如果要讲中国特色的话呢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相适应 1982年宪法公布实行至今 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 先后四次被宪法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 做了必要的修改 四次修改 一共形成了31条宪法修正案 如果把上述宪法修改 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对照 可以看出呢 每一次宪法修改 都对国家建设和发展呢 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宪法保障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的结果 也是国家宪法不断与时俱进的结果 2004年宪法修改以来 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呢 又有了许多重大的发展变化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今年三月被宪法进行了第五次修改 这次宪法修改 它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 它为实现2020年全面教育建设小康社会 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提供有利的宪法保障 我国宪法随着国家事业的发展 不断地以事发展与时俱进 这个呢是我国宪法 它又一个重要的特色 由宪法及时的确认 我国各处人民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以更好地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 这个也是我国宪法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和生涯影响 这次宪法修正案一共有21条 充分反映了2004年宪法修改之后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国家和人民在事件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 事件创新制度创新的新的成果 概括这次宪法修正案的内容 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实现了与时俱进 一是 趋利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力 二是完善了国家制度和体制 这次宪法修改 从哪些方面完善了国家制度和体制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这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高度 来确定党在国家的领导地位 目的是把党的领导贯彻 特色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推进 第二修改国家主席认职方面的有关规定 修改国家主席 连续认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使国家主席的认职规定 与党的总书记 党的中央军委主席 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的认职规定保持一致 这个符合我国的国险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设计 这次宪法修改把这个制度设计 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完善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第三增加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这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体制的重要举措 使对我国地方立法实践探索和成功经验的宪法的确认 第四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是党中央做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反腐败的资源力量 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 人员监察的全覆盖 所有赤黄粮的都规制的监察来规管 那么过去我们国家没有设立监察委员会 这次宪法修改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 这就为设立监察委员会提供了宪法的依据 第五建立宪法宣誓制度 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进行宪法宣誓 目的是初始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 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 此外呢 这次宪法修正案 还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这个法律委员会名字改了以后啊 好多我们机关的年轻人拿着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信封叫我签名 什么意思你们说 他说以后就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了 就没有这个法律委员会了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 我已经成了末代的法律委员会 下面呢我就着重地讲述一下 这次宪法修改的重点和亮点 这就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啊 他非常的丰富 十九大报告把这个思想高度概括为八个明确和失事的坚持 八个明确呢 他讲的是这个指导思想层面 十四个坚持呢 讲的是行动纲的坚持 这两个方面呢相处相成 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 由于实践关系 我们不可能展开来讲 这里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八个明确 标题是 一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二零二零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第一个明确 二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终极布局是五位一体 战略布局是四个前面 强调增强道路执行 理论执行 制度执行 和文化执行 四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五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六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说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 七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 这个总要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是要求我们党自己离打铁还需自身一 要把党建设好 这才能真正的为人民做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现在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 国家事业的指导思想 这也是我国宪法最鲜活的内容 那么讲这部分内容啊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可能有的香港人 一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啊 马上就退避散事 我想如果他们能静下来 好好地听一下 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他包含了哪些内容 他到底讲了些什么 或许呢 会有所感悟 作为一名中国人 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 这一个思想的哪一条 它不是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呢 有哪一条是难以接受的呢 深入学习这个思想 有助于更好的理解 我国宪法是如何凝聚其 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这次宪法修改 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写入宪法 它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和甚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个问题 宪法对基本法实施的规范作用 习近平主席去年7月1日 在香港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在这个重要讲话中 习主席深刻地指出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限制基础 明确了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 深入学习宪法才能真正理解和灌彻好 落实好基本法 才能更好地解决 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在实施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法律问题 结合香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施的情况 我们通过学习掌握宪法 民党把握一些什么问题来 我建议着重把握两个问题 第一 深入学习和领会宪法确定的单一制原则 明确我们国家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 香港这个行政区 是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 香港回归主国以后 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的争议 都涉及到中央权力的问题 或者是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关系的问题 从1999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解释基本法 到后来政治发展问题的处理 再到2014年 一国两制白皮书 提出了中央全面管制权 一路下来的都是如此 那么怎么正确理解 一国两制下中央的权力 这就要讲到 宪法确立的单一制的原则 明确我们国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 单一制原则 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条重要的原则 今天的中国 传承的是历史的中国 在国家体制上最重要的传承 就是单一制原则 我国的这个单一制原则 在历史上 它被称为叫大一统 中央集权均限制 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坚持中国是一个统地的国家 中央政府对全国家全部领域 拥有管制权 为了国家管制的需要 全国化分为不同的行政区域 实施治理 就是这样一种国家体制 它是从秦王朝开始 一路下来 一直是如此 我们今天也完全把它传承下来 我国宪法序言 第十一段第一句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全国各国人民 共同缔造的 第一个多民主的国家 这里强调和维护的就是国家主义 第三条 第四款规定 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 职权划分 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 积极性的原则 第八十九条 第四项规定 国务院 国务院也就是中央政权 统一 这是一条第一句规定 国家在必要事 都设立特别行政区 强调和维护 就是单一制的原则 因为单一制国家的任何领导 都是不可分离的 基本上第二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 依照本法的规定 实行高度自治 享有行政管理权 立法权 独立的司法权 和终审权 这个体现的也是单一制原则 因为在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 的权利啊 它只能来源于中央的授权 基本法第十二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 制下于中央人民政府 这个地方体现的还是单一制原则 因为单一制国家 它就划分为不同的行政区 来实施管制 那么任何行政区域呢 都是地方行政区 基本法这样的条文呢 还有很多 包括行政长官 和各位主要官员 要由中央人民政府证明 行政长官要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这都是单一制原则的要求 可以这样说 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设计 遵循的一条重要的宪法原则 就是单一制原则 管制权的问题 从单一制原则出发 这个问题啊 并不难理解 上个月我在澳门 讲中央全面管制权 与澳门高度自治权 之间的这个官署 我讲中央全面管制权 这个概念 是经得起 严格推敲的 当时我讲了三条理据 其中一条 就是单一制原则 因此我国宪法 确立的单一制原则 既是维护国家统立的基本原则 也是处理中央和地方 权力关系的基本原则 深刻理解 我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 深刻理解 宪法坚持的单一制原则 是正确理解 基本法 关于中央 与相当特别行政区 关系的 第二个法门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深入学习和领会 宪法确立的国家 根本制度 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政府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社会主义国家之中的 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的地方行政区 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现当中 除了中央的权力之外 还有些什么问题 容易引起争议呢 恐怕就是国家实行的 社会主义制度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五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社会主义制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征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全职 一九八七年四月 邓小平会见香港基本法朝委的时候 就明确地指出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是老早就确定了的 写在宪法上 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 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 这个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 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 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都是邓小平当年讲的话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社会主义国家之中的 和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的地方行政区域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与个别地方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这个主次的关系不能把它搞电脑 中央坚定不移的贯彻落税 一国两制方针 不会改变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 同时也不能允许有人 利用香港来模修改变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有的人可能认为 既然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 那么你就不能要求香港 维护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那么内地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是不是可以不维护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呢 显然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是宪法规定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也是宪法规定的 从维护宪法出发 内地既要维护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 也要维护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 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有一条重要的法律界限 这就是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条件是必须维护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而且有利于国家主体社会主义的发展 香港回归后 有一些人在香港 公开反对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不符合基本法 因为这个违反了宪法规定 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 不可能赋予任何人 反对宪法规定的 国家根本制度的这样一个权利 在这里呢 我还要再讲一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 在上个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闭幕会上 习近平主席明确要求 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无论身居多高的职位 都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 这一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终止和本色 我们的人民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 就是拥护和支持 由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而不谋求自身利益的政党 来领导人民 建设国家 谋求幸福 香港虽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但香港居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这样一个政党值不值得支持呢 我们撇开所有的意识形态 这个成见 我相信答案也应当是肯定的 当然 所有香港居民 同全国各处人民一样 也有权利监督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欢迎人民群众的监督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我国宪法在序言里面 就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次宪法修正案呢 又在条文里增加规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 同样是一个宪法制度 尊重宪法 维护宪法 遵守宪法 必然要求尊重维护 遵守中国共产党领导 女士们先生们 朋友们 最后呢 用2012年10月 我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 30周年座谈会上的一段话 作为这次讲座的结束语 我当时说啊 如果把这个30年来 在我们国家土地上发生的一切 比喻为宏伟的书卷 这幅书卷 就是伴随着宪法的实行而展开的 这个当中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成功辅助实施 是浓墨仲彩的一体 说它浓墨仲彩 是因为香港和澳门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却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宏伟书卷的一个精彩的局部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如此的不同 是什么使他们共存于统一的国家之中 使这幅书卷成为一个整体 靠的就是宪法的调整 宪法是一国两制的根本保障 从法律上来讲 香港和澳门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 建基于宪法的规定 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率 来源于宪法的规定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实施 受制于宪法的规定 通过这个三个方面 宪法不仅在内地 而且在香港和澳门 都发挥了国家最高法律规范的作用 我发言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对不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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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